我先生他希望我能夠好好的睡眠 然後有孩子在身邊的話 他就會黏媽媽 然後要吵枝要媽媽跟他睡前故事啊 睡前抱抱啊幹嘛什麼的 所以其實大部分 這段時間我必須說 我真的有一個很棒的隊友 他真的是我神隊友 他真的就是24小時在take care 盡棒 他在台灣他會想讓你睡得更好 也是跟你分房間 不會不會不會 我們還是有睡在一起 不要擔心 那我們的棉被已經分開來了 就單人費這樣比較不顧 會不會影響吧 他很會翻身 他只要一翻身啊 我就覺得有地震 然後你知道有一次真的很好笑 有一次是真的有地震 我說老公你在搖嗎 他說沒有是地震 就是我覺得我說 因為我很對於搖晃啊 震動這些事情我很敏感 所以就是只要他 只要他一亂動 我就會不好睡 那姐夫可以扑向你嗎 看狀況 因為我最近真的很累 你不要再跟我提這件事情了 想到我就心酸 我這麼累 你就讓我好好睡覺吧 哈哈哈哈 不再會有那種抱在一塊 像電影情節那種事情了 好不好 我們都已經年紀大了 哈哈哈哈 那我都已經年輕的時候有過啦 的確 而且你知道年輕的時候 真的會牽手啊 抱在一塊 然後後來呢 抱久以後就會發現 欸開始在冒汗了 覺得超酷酷酷酷酷酷的 我也沒有真的所謂的抱在一起睡 這麼浪漫的事情 還是很實際啦 睡好很重要 所以你今天參加節目還好嗎 很好啊 累是一定的 早就做好心理準備 但是我覺得很棒 很幸運的是 我們真的是跟一群很專業的團隊 一起工作 然後那個舞台啊什麼 我不能再多說了 反正你到時候看就知道了 她是不是都好幾個人睡一節 她很像睡的 我們 我不能講太多啦 但是就是不是 但的確不是獨自睡 所以我特別有帶 A媽整個住門 我是說真的 我有帶 那妳有推銷他們嗎 對啊 沒有欸 沒有 每一個人中後不一樣嗎 我萬一他們叫我帶 我行品會很多 算了 先把自己照顧好就好 其實我真的發現 每一個人要先把自己照顧好 非常重要 對啊 行有餘力再去照顧別人 好了 我們要換場囉 下一趴要 可以囉 看啊 謝謝大家 謝謝